環保署的一紙公文 中火減煤竟然可以放寬標準 誤差值高達10% 中章頭三線市的首長發出怒吼 台中市長盧秀燕說 沒得商量 只要我在 沒得商量 環保署它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維護我們的環境 就是要保護人們的健康 怎麼可以大開環保刀池呢 我們實際上這段時間來 不論是我們的太陽能光電也好 風力發電也好 實際上增加的是非常的多 有需要在中部地區 再做這麼多的火力發電嗎 我們中部地區 這個三個縣市 它始於胃腺癌跟肺癌的 比例相當的高 可以說是全國之冠 我們政府如果說 還在講說用愛發電 我要給他改一個字 就用癌發電 用肺癌發電 所以我們政府的能源政策 再不趕快醒悟的話 我們的這些民眾的健康 就是最大的犧牲品 去年公投已經通過 要減煤 它不用反而用18年前的 法令規定 這樣的蔡政府 離民眾太遠了 東北季風在飄 北京的天空都霧蒙蒙的 它飛過來 這個很難去處理 所以我想針對PN2.5 它是科學問題 用政治的栽贓抹黑 已經證明了 換了盧秀燕 空氣沒有變更好 所以用科學態度來面對 林佳龍的任內定定的 深煤管制自治條例 從2016年的1月就生效 規範中火要減煤四成 那麼到10月24號為止 中火的使用量是已經 1,103萬噸了 在這個時候中央這麼巧 就發函給台電表示 根據18年前就有的規定 中火減煤可以有10%的誤差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台電真的好會算 減煤四成到底這2019年 應該怎麼算呢 那麼根據台中市政府的 這個算法呢 應該是說 當時的規定是2014年 當時的實際用量是 1,839萬噸 所以1839乘以60% 那不就是1,104萬噸嗎 等於根本就已經要超標了 但台電說 明明就應該用許可量啊 所以是2,100來乘以60% 那麼就是1,260萬噸才對 現在又說可以放寬10% 到底是不是拿中部人的健康 在開玩笑嗎 嘉欣 沒得商量啦 主任我先覺得 市長已經做出重大宣誓了 以前我們的台中市長叫林佳龍 在他這內訂定了 我們所謂的 森美燃燒的許可量 對我們地方自治 是他自訂的 現在他已經當了交通部長了 我不知道林佳龍 我們的前市長 部長 你到底怎麼看待 中央這一次法令 這簡直是要中央跟地方 要進行對抗你才會發張公文下來 全台灣都在說要環保 要告我們的健康 結果你現在民進黨 以和洋綠公投都 都你往過民意不去支持 你叫我們台中人 完全要去收 不怕台中了 你市長的中央也要去收 南澄也要了 苗栗呢 南風頭的時候苗栗要不要跟著 一起賠上健康 面對這種恐怖地 應該沒有分辣力啦 我想不分藍綠啦 應該要作為來看 看待一下說我們到底要讓我們台中 中央 南澄 這麼麻煩的鄉親 過了什麼生活的品質 而不只是處在藍綠對抗 台中市長已經決定說 要這麼做 慢慢走向更好的未來 這應該大家都要去支持 贊同 而且前市長 他主導的減媒事成 而旗艦要搞了 你中央只要一直法令 要地方自行英格 你把這些議員 自治條例 動錯同歸都放在哪裡 往顧民意 我跟我說不是這樣拚 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重新回到 我們能源政策的檢討 不然就像張善政講的那句 你就是要用癌發電 台灣現在癌症死亡率是最高 肺癌也居高不下 你拚拚叫我們台中人 中華人 或是南東這個鄉親來接受這個 我想問一下民進黨這些 我們的民意代表 不只是立委 我們也有到選舉 我們最好有到台中人的健康 來找一個後路 應該把台中中華南東這個鄉親 那些市民動作我們的命在顧 但是我相信 我們的市政黨 不像看起來 好像中部人的命 中部人健康 不是你們眼裡所在意的 您口聲說在意 結果我們在意的 只是選票考量 蕭令市長 環保署很委屈 他說這是18年前的規定 就已經是規定說 可以有10%的這樣一個 放寬的誤差容許值 這個台中會的發電腦 就是憨什麼 憨頭痛 那麼憨頭痛 英基跟PM歐電路 用我造成很大很大的恐怖 最嚴重的就是中華 台中南東 這三元市 大家在那裡不沙沙 我給各位報告 貴賓最多的也是這三元市 貴賓最多的 族人一直在政家 這不是說今天川普才開 也才會發生 這是都是 10年 20年 30年才會發生 你市政府 今天要威嚇我們人民的困力 也把守這個關卡 盧秀恩做的是絕對沒有錯的 不過你中央政府 今天尤其是冬天要搞 照說用電量要下降 你為什麼反偶要再加10% 你是不是哪裡有問題 你實在是不夠用 那麼威嚇養力的政策 這幾年公道的 他就叫你這樣做 民進黨 公道法最早是你推的 你推到最好 跌到少數 結果你就沒有跌到 這就是違反民主 違反公道 違反人民 意志想股體的 這些做法 所以我們說民進黨執政 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遇到民進黨就會轉彎 如果說現在是林佳龍部 還是在台中市長 你看著吧 這個台中市林佳龍 一定說話很大聲 一定化罪會嚴重 但是好巧不巧 現在中央是民進黨 可是地方換成盧秀燕了 抱歉 本來是可以實質審查的 我就硬把它拿掉 變成刑事審查 差多少 我先跟觀眾朋友 來報告一下 2015年的林佳龍怎麼講 馬上 因為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林佳龍的網路上 臉書上 那個時候這字比較有點小 我就直接講 2015年 林佳龍就講 改善空污 台中賣出一大步 然後在這邊講是說 他通過這個條例 所以四年內 減少40%的聲媒 有沒有 這些是那個時候 林佳龍講的 非常斬釘截鐵的話 但是現在 馬上自己民進黨政府 就自打臉了 所以我們講說 當時2015年那個時候 通過林佳龍 通過的所謂的 這個聲媒管制條例 到現在變成是一個 虛幻的泡沫 那不就是 當時的林佳龍在騙選票 還是現在民進黨政府 在騙選票 所有台灣人民 到底要的是什麼 最後我只是講一句話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想要 改善空氣品質的話 當然要地方政府 強力把關 這一次民進黨政府 把台中市政府的 這樣子的一個管制權 給硬生生的撥抖 那這樣子就是跟人民作對 而明年1月11號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給台中市政府 一個強而有力的上方保健 去管空氣污染的來源的話 那就只能用選票 下架中央政府 下架民進黨了